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偉宜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普遍做好的 湖深300指數 中午收報5,221點 升65點 新聞成分指數 中午收報14,943點 升158點 上市綜合指數 中午收報3,594點 升28點 港股方面 恆指 中午收報29,210點 升327點 國企指數 中午收報10,846點 升168點 大股市成交半有777億 這環節嘉賓有Samuel Samuel 你好 Hello Carrie 隔晚美股做好記錄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跨黨派參議院小組 達成了基建協議 見到廣告 這邊又更禍 恆指 高開百幾點 之後越升越有 上升29,000 雖然一度都得而復失 但後來都越升越多 半日升三百幾點 似乎打破了一個悶局 是不是看來美國那邊的協議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趨發劑 其實又不只是說他們的協議 始終他們說基建計劃 和環球的經濟增長 甚至乎港股的一些今日升幅比較大的藍籌 沒有太大的影響 只不過是說整個氣氛上面 整體上樓都算是不錯 標普和納子都在破頂 同時大家都開始消化 聯儲局會不會將加息步伐 或者一些收緊寬鬆政策的步伐 提前去做一些操作 但是你說剛剛看出來 他們一些經濟數據 又未必符合這個看法 其實正正就是 昨天都和大家提過的一些預測 包括你看著 可能首申領的新月救濟金人數 仍然是叫做維持在40萬人的樓上 亦都是叫做差過預期的 之前預期都是回到大概38萬左右 但是現在都叫做有40多萬 整體來說就開始叫做有些少的參差 看著你說一些比較重要的通脹指標 美國上季的個人消費支出 即是說PCE 整個核心的物價指數裏面 最多都是叫做上升2.5% 其實和市場的預期又是差不多 所以在聯儲局比較體重的兩個指標 包括你說通脹數據 以及你說一些就業的勞動力數據 其實就未是真的叫做完全一致地向好 亦都沒有說再去大幅拋離 就是之前市場的預期 就沒有好像上個月一些月頭 例如說一些CPI的指數比較誇張 所以大家又未是真的叫做這麼憂慮 會不會需要叫做再度去提前 做一些加息的操作 或者是需要將減少賣債的步伐 再去叫做提前等等這些因素 都叫做支持你說外圍的市況 開始叫做向上的 所以這件事都同樣地大致上apply在港股上 你看到恆指近期升幅比較大一點 都是叫做一些新經濟股 或者一些科技股 例如說美團 以及騰訊 相對來說的貢獻都很大 自從昨天起 你說恆指真的叫做成功站在20天線 即是說28,850點左右的水平 整個勢頭已經算是叫做明顯轉好 起碼就已經扭轉了 一路以來在整個保利加通道的下軸 一路延伸或者叫做上落的一個格局 你說上回20天線樓上 即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位置 已經叫做成功是叫做有弱 起碼叫做轉強一點 那個勢頭 所以你說有條件一路向上延伸 或者叫做在上軸那裏的區間操作的話 表現就開始叫做似回五月尾的時候 即是說你說曾經都是叫做成功升上去20天線樓上 之後都有一段的時間 是真的叫做向上延伸到 而且是創了近期的高位 所以就可以看看你說現在這段時間 有沒有條件站穩在20天線的位置 如果你說都成功站得穩的話 其實向上延伸的機會 在技術勢頭來講的確是支持到的 今天的成交量方面 沒有說特別叫做有縮減 半天來說都叫做有大致接近800億左右 其實整體來說成交量都叫做配合到的 所以在技術勢頭上 你說恆指 或者是在科技股的指數都好 整體是叫做比較強一點 所以仍然有條件可以叫做保持樂觀 是的 後市依然看得樂觀 都跟Samuel看完六幅 都出了業績 事關出業績之後 股價都做好 看到它全年的盈利按年 是升了一成七以上 還派這個特別息 看到其實集團還說預料 趙金的財年在內地就會開多350間的店舖 看到它出了業績之後 越升越有 最多升一成一 半天都升到埋近一成 破了頂股價 半天收26.4 其實5月開始 這一隻都升很多上來 Samuel 現在出業績再追會不會太遲呢 暫時你說可能短期之內的升幅會比較急 但是整體來說 那些行業對於他們未來的表現 或者公司自己給到出來的guidance 都算是叫做比較樂觀一點 譬如就好像說到 你剛剛提到的 在中國叫做開多300多間的店舖裡面 主要都是說他們在過去這一輪的時間 在中國的業務相對來說比較強一點 譬如說只看4月份至到6月的頭兩個星期 中國裡面的店舖的銅店銷售 其實是升了50%的 按年來講 其實已經叫做回到2019年 即是說疫情之前的水平 亦都是高過疫情之前的水平 大概20%左右 但是你說只看香港和澳門 整體都是叫做比較弱一點 始終你說可能受著一些旅遊限制的影響 變成他們在那一堆的門店銷售裡面 就不是真的叫做那麼好 但是整體你看到這次的數字 都是叫做由中國那方面的店舖去叫做帶動的 同時間 你會看著他們在經營日利 或者在那個毛利率上面 接下來都仍然叫做有一個上調的空間在這裡 譬如說好像今次 在今次份業績裡面 整體就不是叫做做得那麼英俊的 他們在那個毛利率方面 有些少的壓力 主要都是說金價的上升 就叫做壓制了他們在存貨的一個毛利率 所以你變了其實看著今輪的時間 尤其是說到6月起 美元匯價開始叫做真是叫做偏強一點 那麼大家都仍然是說著 在吹緊加息的一個方向 導致到金價在這一輪的時間 其實那個跌幅也叫做比較深一點 那麼對於這個 以這個問題來講 他們自己接下來如果真是叫做在市場 需要拿多一點的存貨 或者可能做一些你說存貨的估值的話 他們在那個減值上面有機會做得比較少一些 對於他們那個毛利率方面 如果可以假設他們的一些成品 銷售沒有什麼太大的負面影響 或者一些負面的變數 但是你說他們在黃金的銷售價格方面 就是你說Cost of Goods 相對來說 價格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毛利率的確會叫做有一個改善在這裏 再加上今次剛剛就叫做 突然之間派賣0.5的 即是說50仙的特別股息 相對來說對於市場 都叫做有些驚喜在這裏 股價來說近期都仍然算是比較偏強一點 而且由5月起都維持著在10天線 你說和20天線流上一路叫做向上延伸 你說比較遠一點的 50天線和100天線都是叫做慢慢靠著上 你看到四條線都是叫做幾平均的 一路向上去拉升的 整個勢頭上面其實算是叫做比較不錯 唯一需要叫擔心的就是你說 今天突然之間升了9%上來 短線間會不會出現一些回吐的壓力 要測試10天線左右的水平 即是說靠著到時 過了兩天就應該會變了大概到24元左右 那會不會可能你說參考 你說之前6月22號 就是曾經一支揚足聲源之後 用一支陰燭去填一填 然後才叫做再上 所以你說可能這些位置去考慮的話 相對來說那個壓力會叫做比較大些 可以叫做撐它回一回下去 大概25元以下左右 繼續吸納 整體你說其實向上勢頭 要復甦 即是你說計算 要復甦回到2019年的時候 那些高位 即是你說平均的均價 即是說27元以上 其實都仍然是叫做有條件的 你說看中國的銷售數據 都是叫做回到2019年前的標準水平的話 這件事大致上都可以叫做支持到 是的 都可以撐的 不如就要25元以下 就會沒那麼吃力 也感謝新苗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